好,各位奇迷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腾肃看天下的围棋特别景 最近的围棋赛事确实很密集 上周LG杯16强战的战火刚刚熄灭 那么紧接着,这周我们就迎来了第九届春蓝杯的决赛 我们在上周为您介绍了LG杯16强战的那盘焦点之战 也就是拖鸦西对李世时的那盘对局 那么呢,春蓝杯的决赛的主角之一仍然是李世时 李世时的最近的状态应该说不是非常理想 在输给拖鸦西的盘棋之后 紧接着第二天,在韩国联赛当中又输给了李昌浩 实际上李世时整个今年上半年的状态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这个疯狂的石头,这种石头有直线下滑的趋势 但是在这次春蓝杯决赛之前,李世时自己也宣称 说是呢,自己排除了一切干扰 把自己的状态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我们看看,调整到了最佳状态的李世时 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 那么陈耀燕呢,应该来说呢,是这个少年成名 是曾经的天才少年 基本功非常扎实 酷爱实地 这是陈耀燕的技术风格 那么陈耀燕呢,这些年来呢 也多次打入世界大赛的决赛 但遗憾的是呢,还没有取得过世界大赛的冠军 这是遗憾的地方 就是陈耀燕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 总是到最关键的时刻 特别是到大赛的决赛当中呢 缺乏一锤定音的勇气和果敢 容易沾前过后 犹豫不决 这是陈耀燕当中的一个弱点 但是呢,近几年来呢 陈耀燕的技术风格呢 日趋成熟和稳定 尤其是今天上半年的状态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在这次LGB的比赛当中 表现得非常好 那我们看看 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的陈耀燕 和目前状态低迷的李士时之间的这次碰撞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他们两个对局呢 一共进行过五盘 陈耀燕呢,是一胜四负 处于绝对下风 是第一盘棋赢了 然后是四连败 那么在今年上半年的 维甲联赛当中呢 陈耀燕呢,还输给过李士时 好,那么这盘棋呢 经过拆迁呢 李士时呢,是直黑先行 春兰碑,塞盘棋的第一局 李士时直黑先行 黑棋星小路开局 白棋二连星硬阶 紧接着,黑棋又走了一个第一中国流 现在这种开局啊 太普遍了 那个拖家棋的李士时的开局 也是这样进行的 只有那盘棋呢 拖家棋是直黑,李士时是直白 白棋仍然是在这个方向挂脚 这个已经成为,几乎成为定势了 黑棋单关抽调 接着到目前为止的进程 还完全一样 上一盘棋李士时直白 马上就点掉了三三 当时我在讲题当中呢 曾经评论过 就是开局 特别是在单关抽调的情况下 点掉三三 开局就点掉三三 把外事留给了人家 不见得有利 这是我们刚开始学起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观念 但现在的这个高手呢 频频使用点三三 这盘棋陈耀叶 下一个手 仍然是点的三三 仍然是这样点的三三 高手们频繁地使用 现在点三三 这个办法 可以说给我们那种感觉的 中含高手啊 这个这个 这种这个 资资以求的这种精神的围棋 挑战围棋的本质 甚至挑战以前的传统理论 那么点三三究竟会怎么样呢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 尽管是高手们经常这样下 但我个人认为 开局点掉三三 我认为仍然是偏于不利的 偏于不利的 但是高手们呢 可能有他们自己的 更加独到的理解 我们看看这盘棋 陈耀叶点到三三之后 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这都是必然次确 接住 下一手 同样 白棋也是加在这里 截止到目前 截止到目前的进程 和上一周LGB 突加西跟李四十的进程 只是黑白方向掉掉了一下 完全一致 完全一样 黑棋紧凑点 一路板 上一周 李四十 走的是大飞 比较清零的 大飞回去 那么陈耀叶 低了一路 低了一路 没有选择大飞 也可能和陈耀叶这个 扎实的 酷爱实力的这种 他的戚风 也像吻合 他选择了低了一路 下一条 陀加西 给我们 为我们展示的是 直接接住 非常厚实的 直接接住 然后这个角呢 有一个结活进来 这个角是结活 直接接住 然后再进行其他的进程 然后上个李四十 在这个手里脚 然后在这个方向挂去 没有直接攻 托加西 这是上 上个他们这边的进程 那么呢 李四十在这一手上 出现了变化 他没有直接接在这里 而是更为紧凑地 绑住了这个二的头 实际上 意图的非常明显 是你这几个子的 压力增大 他一定是瞄着 这个 这一带的打入 这一带的打入 肯定是瞄着 更加强调了 对这边的压力 意图是很明显的 板准在这 但是 在缺陷下 这是少挤了一口气 现在呢 这个角呢 白旗呢 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是静活的状态 静活的状态 那么这手旗 应该来说呢 不是很常见 它的效果究竟怎样呢 我们一会儿慢慢来看 实战当中 下一步说 这个三个子压力很大 气氛紧 如果说你俩这边 守一个的话 显得没有这个心情了 或者是说效率不高 在开局的大厂 明显是在这一带 特别是围绕着 中国流的这个攻防 明显大厂肯定在这一带 如果你现在守一个 一手旗这个边 其实也守不住 一手旗也守不住 效率而且偏低 有那种 有那个愿望 但是呢 没有这个心情 应该来说 所以继续走大厂 这也几乎是必然 来这 走一步 也可以走在这里 实在走在这 把局面呢 撑得更大一些 然后白旗再拆回来 这都是必然次序 那么下一手黑旗 是李四十 它不是脱加西 脱加西呢 上一周的状态 是在这里挂的 是不是 不管是在这 还是在这 我想李四十也好 狐狸也好 一定是在这一带 做文章 一定要是打入 特别是在这个 二人头被绑住 这松一口气的情况下 它就强调了 这一带的打入 强调这一带的打入 你守一步的话 你没有这个心情现在 就是现在偏小 那么肯定会轮到 可以去打入 这些打入呢 可以在这个位置打入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也可以在这一带挂脚 这也可以 实在当中 李四十是选择的 这个挂脚 选择了这些挂脚 那么白棋 不给黑棋 更多的 借用 平平稳稳的 小背手脚 下一步 黑棋 我们看 按照正常定身来说 飞一个总是可以 是不是 飞一个 如果你尖硬一个 便宜一个 然后我再考虑 这边行起 这是一个 黑棋 一厢情愿的 一种变化 比如说这样 然后黑棋 可以再考虑 怎么攻击这几个 攻击这一带 但是如果黑棋 这个时候 如果是真的 小肥了的话 白棋 无论如何 不会这么硬 不会这么硬 因为现在的重点 是围绕上面的攻法 这个黑棋的意图 是非常明显的 一定要对这几个 支持 有压力 不能让你轻易地 转身或者是安逆 这是它的一个 基本事物 否则的话 这个成本就白头了 白头了 所以说 这个时候的黑棋 一定要抢先 如果说 你现在要是 这个 仍然是按部就班 这个小肥的话 白棋不会守在这里 刚才说了 这可是眼见的 眼见 你一下就把这个位置 整形了 对不对 你上班 我就退 对不对 然后你力的话 我再接 对不对 你下班 我就断你 如果没有这个纸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情形的话 也完全是可以碰在这里 也没有问题 碰在这里也是很充分的 对不对 有这个纸了 但是这边偏薄偏弱 我碰在这里 整形也完全可以 充分可战 毕竟白纸的纸力 现在多呀 这个充分可战 所以说 所以说 这样的话 黑棋就失掉了 先机 也就是失去了 先发制人攻击 这种可能 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 一定要对这个 磁性压迫 这是一个 眼见的一个好点 然后尖冲 尖冲 实际上我看 整个进程当中 李克思池挂完脚之后 当时我第一杆 也是下一步 很有可能会见到在这里 其实果然 李克思池就这么走了 见到在这里 这是它也是一个预想 那么下一步棋 对白棋来说 就我集中选择了 这个地方 现在来说 是一个处理的重点 那么一个是 这个白棋 要么往上冲一个 要么爬一个 这是这个纸 这两个方向 怎么动 对于这两只来说 白棋有一个斑 那么白棋看看 我们看看后边的几种变化 如果是 白棋直接往外贴的话 那么对黑棋来说 极有可能是 要板头 板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继续压缝 继续压缝 那么如果你断 我或者我这边退一个 然后你这么白棋打打打 但是黑棋的头是在 藏在外边 这是一种变化 这是一种变化 如果你断了 我可以贴 你贴去这边 掀手搬战之后 我也白棋这么打出来 两人 每个人都 都起了一堵墙 但是黑棋在前边 感觉 我个人的感觉 这样黑棋可能 还是更开阔一些 白棋显得更局促一些 这样说 这是一种选择 当然了 优敛的话呢 判断优敛还上早 但只用选择 感觉上黑棋呢 应该说更开阔一些 他把白棋向这个方向赶 同时你没有绝对安定 这也是他的一个思路 那么还有一种选择 爬这个 黑棋肯定退回来 黑棋退回来 黑棋退回来 你白棋 要么你拐头 拐头可能遭遇连打 这是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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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飞 飞的话 这个棋形可能不行 你点在这个腰眼上 这是这个子 动出的两种可能性 两种可能性 那么另外一种变化呢 就是刚才说的 白棋在这个地方 直接拐 比如这个子不表态 直接拐在这里 如果白棋直接拐在这里 那么后续的变化 留给双方 后续的选择余地 都会呢 非常大 那么局面呢 也更加的 不易把控一些 实战当中呢 陈肖叶在这个地方 进行了参考 他选择了先向里面爬 这个就给我们 传递了一个信号 就是陈肖叶在 这个地方的处理 他是倾向于 在底下先求的一个 基本的安定 或者基本的眼线 这个地方走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的 没有采取 没有采用 最为激烈的那种变化 相对来说 最为激烈的 恐怕是直接贴出来 或者直接板着 而是先爬一个 但爬出来 爬 它的这个弱点 就是说 你爬完拐弯之后 你飞现在不行 这个形状 你爬完之后 拐完之后 可能会 很可能会遭遇 对方的连板 在出头上 会受到异力影响 好处在底下呢 扎根相对来说 更加好一些 实战当中 这也符合它的气风 比较稳 先求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板起来 这个板起来之后 眼见的黑漆 有一种选择 可以直接断在这里了 可以直接断在这里 那么看看 如果黑漆断在这里 会有哪些变化 有人说呢 你黑漆断在这里 我白漆不是可以 直接就打过去了吗 然后马上 在底下 可以求得安静啊 但是你如果 直接打过去的话 你打白漆藏 你再爬 白漆 藏这个吃这个之后 你白漆顶上 黑漆一尖 你把白漆 全部封在里面了 这个是对人 不能考虑的 那么外是 整个都将被黑漆掌控 对不对 如果说 你这样打掉 这么气凉子的话 你这个形状很不好 因为特别是 你这个没有机会打到 这个很 是很遗憾的事情 对 所以说 如果要弃子的话 那么一定是 多送你 这个时候把它打掉 然后注意 贴上边 而不是爬下面 贴上边 黑漆拐尸 白漆拐上来 这样的话 白漆的头皮要唱 就出来了 虽然说 我没有眼睛 没有扎上根 没有活旗 但是我头皮要唱出来了 你黑漆也没有安定 这样的话 白漆也是 应该来说 还是基本满意的 应该还是可以 黑漆呢 感觉上应该说 没有公道东西 只是吃了这几个子 脚还是活旗 白漆很顺畅的 正面出头了 这个黑漆 应该说 没有太大的收获 所以说 黑漆这个时候 也不能够 断在这里 那么下面呢 留给黑漆的选择呢 就非常明显了 它一定是压这个 这个时候 白漆有基础选择 我们看 最眼见的 有人说 这个打也很痛快 他说这是决签的 我得你打 但是你打这个 现在白漆恐怕 它就不是沾这个的问题了 它应该站在这里了 站在这里了 你这边现在直接变成结果了 对不对 然后你还得处理 这是黑漆的一种选择 所以说打这个 不见得便宜 这一手就 正好凑成了黑漆不齐 就很落后手 那么另外一种 白漆可以守在这里 守在这里头 最让白漆难受 就是黑漆这个场 这个场 黑漆很厚实 很厚实 那个白漆 有些情况 有缺陷 那么实战当中 这个地方沉耀越走得 还是非常不错的 直接搬在这里 那黑漆点 是多少人不能考虑的 没有这个漆 下面都没有漆 那么黑漆连搬 这都是预定行动的 这球把他再守回来 就等于说 我先走在这 你黑漆呢 没有长到这个 就是你尖到的这个 那当然是白漆便宜了 然后我再走 是不是很好吗 就是 虽然说我这个 可能现在没有多大的意思 但你这个 你这个位置的 恐怕也不太对吧 对不对 如果我留在这 你也不会走来这里吧 你怎么也要走来这里吧 这个时候 黑漆再长 这样封不住 因为这时候有大 这个封不住 白漆出头 出头 这个时候 白漆补了这个 当现在白漆也没有打 也没有轻易去打这个 补了这个 这个脚上现在是结活了 白漆当然 今天不会去补这个 这个头是必须要挺回来的 无论如何 挺回来 里面根本就是没有活鞋 挺回来 还是比较坚实 其走到现在 对黑漆来说 面临着 几种选择 几种选择 普遍一种观点 网上很多解说呢 也说 这个时候 黑漆应该掌握 中府的大势 继续压迫白漆 继续压迫白漆 我想理事实也是眼见的 一眼就能看到这不起 实际他何尝不想这样呢 一定是压迫白漆 白漆根本里面没力错 你也不敢挡成硬腿 对不对 你这根本你没活呀 我继续压迫你不是挺好吗 但我们看 实际的 黑漆正案 之所以没有 实在没有选择这个 其实他恐怕也有难言之隐 我想 这种白漆肯定就是 这个就一定要贴的 对不对 你摆 我断 你长我继续长 你长我继续长 你再长 怎么样 反正我从这里头能不能 能能能出头 对不对 你改我断了 你捕我打 我在虎上 我终于出头 当我出了头之后 大家发现 这个脚是截火 如果是打截的话 对黑漆来说就非常重了 一旦打截失败的话 整个这层皮将面临着威胁 如果说白漆出头的话 现在黑漆已经没有办法阻止白漆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受到一定压迫出头 头在黑漆在前面 但白漆毕竟在这个地方能出来 对不对 你不能把它完全封在里面 这是肯定的 我想这是一个黑漆的难言之隐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脚不干净 如果说这个干净通向铁壁的话 那黑漆一定是这样封出来的 一定是要压迫出来的 对不对 这是没有 这是毫无疑问的 实战当中 挺头的时候 黑漆一定选择了 去吃这个脚 去吃这个脚 那这个时候白漆 对 中斧的这个头被白漆占据了 那黑漆既然已经投资了 就把这个彻底 这个脚给它吃住了 其实这几步漆啊 我们看漆的时候 还是令我们非常惊讶的 黑漆就这样放弃了 这个中斧的主导拳 主导拳 花了一手两手三手 去吃掉这个脚上 这个脚上的木树呢 也不是很大 应该来说 二重棋 比如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呢 重新来盘点一下 应该来说呢 在这一代的处理当中 现在先不管后面的变化 应该来说 白漆不仅出头了 然后对这个黑漆 压迫现在还非常的厉害 首先点赤在这里 然后你黑漆现在还没有扎根 我正面已经非常出头 非常畅了 虽然你把我这个脚干净的吃掉了 但是这一代 跟刚才的工手态势 跟最初那个监冲时候 给我们留下那个印象 已经完全不同了 那你说黑漆到底哪一个地方 走得有问题呢 我们说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检讨一下 我们要来检讨一下 按理来说 最早的时候 开始讲这个棋的时候 我们就 我就给大家灌输一种理念 就是白漆这个点33 实际上是比较过分的 是不是 是比较过分的 点完了33 拿到了脚 你马上就要加这个 对不对 外边也不给人家 然后马上拆回来 应该来说是比较过分的 里边也要 外边你也不给人家 这种棋议案来说是比较过分 它一定会受到 有一种某种程度的追究的 这也就是中韩双方的 这个地方 频频较劲的一个原因 原因 我拿掉你了 我还不让你外边撑 现在就是说 你跟围棋也不讲理 但讲不讲理也好 不讲理也好 实战当中说了算 对不对 咱们看实战 也不能光看理论 你能够惩罢我 制约我 你的就有道理 如果你没有办法 去惩罚我制约我的话 什么理论都没有道理 那我们看看 到底问题 有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呢 我们把这个镜头 稍次再回放一下 我们再来稍次盘检一下 最开始的这个状态 最开始的状态 是这样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黑棋坚定在这里的 攻击这几个子 一点问题没有 我们直觉的感觉 白棋比较局处 很容易轻松的转身安定 不是那么非常容易 要么也把黑棋 有可能在外围撞后 这是极有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走着走着 就感觉 白棋处理的比较容易 而且还出了头呢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疑问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这一步 这步板 我们说 这步板的时候 黑棋居然不敢断在这里 黑棋不敢断在这里 他也不能跟着走了 跟着硬了 你说连板 连板 这个 没有这个 连板 连板也不是什么好奇 连板人家打了打 都可以 都可以很顺畅 那我发现了 这步板之后 黑棋只有去 去压这个 只有压这个 而压了这个之后 我们发现 白棋再板住 白起来的话 黑棋也点不了 点也没有用 打也没有用 什么都不行 只能跟着外面板 然后臭白棋 把这形整得非常好 弄得非常好 还不算 黑棋还不能把 白棋里头封住 这儿搭不住 从这儿 也在这儿冲出来 冲出来之后 还是先手 你还要去补这个断点 我们发现的 现在发现 问题所在 所在哪里 极有可能 这个板 凑成了这个白棋的整形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板 当初 如果接在这里的话 白棋这个形状 弄不到刚才 这种城 凑不出来 这个形 是不是 凑不出来 我这里头 以后将来 就少花一手棋了 对不对 那么 我对你的 这个压迫也好 攻击也好 在这之后 没有别的顾虑的 就都是直线进行 你出来 我就连板你 对不对 如果你走别的 我再想办法 怎么压迫你 你怎么能走 这种棋去吧 这是 带来的一种思考 就是说 你这个 这个 很紧凑的板柱 到底好不好 极有可能这个 凑成了白棋这个整形 有了这个之后 白棋这个形状 弄得非常 非常好 这个恐怕是 后 就是说 这个棋式的发展 总感觉黑棋不太顺畅 我想这个是一个 一个根本性元素 如果是接在这里的话 从棋的流向进程来说 黑棋没有什么 违反棋理之处 没有什么违反棋理之处 你把我 一三三拿掉了 对不对 我这个板在这里 没有什么问题 比较紧凑 我挂脚没有什么问题 你手在这里 然后我当然要从 不论是从自身也好 还是从攻击你的脚也好 都是这样的 如果说从这种流向发展的话 黑棋 没有在后边吃亏的 道理和理 不可能吃亏 对不对 至少不可能吃亏啊 对不对 你出来也行 但是你不可能 你很轻松地扎根 这可能就不大 你又不可能 不肯把这个卖掉 你卖掉 我把你净死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结果 你这个结果 就牵制了你这个 这个地方的发展 当然了 你说现在白棋就坏了 这也不是 白棋这也不能说是坏了 它仍然可以 进行整形 或者是说 求得基本安定 或者出头 但是很显然 不像刚才那样的冲 黑棋这里有干净的补掉 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是我们反推回来 后续的这种思考 所以说 这个这个不是说 点三三有多么的好 而是后边硬的 恐怕是有一定的问题 白棋挺头的时候 黑棋居然不敢继续压迫 这是黑棋很痛苦的地方 理事实我想也很清楚 实战当中去吃这个东西 实际是要脱离主战场之前 这两只当然是很大了 吃的很厚 当然你现在黑棋 不可能去再接这个了 你接这个 这谁都会走了 下来就白棋就是这样 翻过来 对不对 我就全给你封锁在里面了 那是显然不行的 所以说黑棋 一定要是想着 把棋往外走 出头了 你现在你走这个去吧 这个不叫做比赛了 你一定出头 这个地方已经有了 如果你这么普普通工的话 这个不显得太慢了 那很显然 白棋就把这个扎紧 算了 这黑棋什么都没走到 是自己走了 一块姑息出来 受工 这个吃住这个脚 远远迷不不了 今后 所欠一仗 这是不可以 所以说 他出头 他一定要撑起来 一定要撑起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呢 实战当中呢 实际上也很敏锐 他抓住了这个棋型的要点 你瞄着你联络的薄弱之处 问你 你到底联络不联络 你到底出不出头 出不出头 正常的来说 这个棋型 恐怕呢 本手应该是在这里出头 在这里出头 李四十呢 可能实战当中 就是没这个心情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地方走得不顺畅 这个梁子还欠了一小棋 那我白棋仍然可以选择 守住 甚至于说爬一个 这都可以 实战当中呢 没有选择出这个头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呢 即便是尽管 这个地方 黑棋感觉这个流向不太顺 但这个地方出头 还是过不尽 这个无论如何 要出这个头 这个地方不出头的话 这个棋 后边就无法交代 实战当中呢 李四十 相对来说 在底下比较厚实地拐住了这个 拐住了这个 这个 把上被黑 这个我想啊 一秒钟都不要考虑 一秒钟都不要考虑 当时那个网上解说 有人还说 说是按照陈瑶夜的气风 是不是这个时候 就在这里 酷暗实地 少一个呀 我想如果走来这儿 就基本就业余其手了 这个无论如何要把它 无论如何要把它封在里面 这个棋 太大了 太大了 整个外边这个形式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关键是 你黑棋飞的时候 白棋它不是几尖塞塞的问题 它马上就能给你搭住 对不对 你绑进去 白棋就全死 这是关键 所以说这个木树 差的并不是很多 而这个方面 还完全不一样 其实走在这个地方认为 这个时候白棋肯定是形式已经大优了 这已经是绝对大优了 这没有什么疑问 就盘定是这样 搭住 这个搭住 对职业技术来说 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甚至于说 哎呀 这个这个 这个是恥辱的事情 就这么被搭住了 白棋在脚上的木树 非常饱满 非常饱满 黑棋呢 恐怕还要后手在里面做活 这边得封住了 黑棋 很困难很困难的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然后黑棋呢 这个粘住 这个粘住呢 基本是先手 这么粘住之后 就描出来这个 不要画 画你从一挡 这个先手 然后贴回来 对不对 这个理事实的强项就出来了 如果它贴到这儿的话 那么整个 就跟你 对不对 你在封果 你如果讲 你整个对杀了 对杀你很有可能 是有问题的 这个就个人看不清楚了 就在这么好的形式下 白棋当然不能去冒这个险 就去这个去 这个确实是有冒险之险的 在这里的前面应该是做了一个交换 这里 这个点掉了 这做了一个交换 成这个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白棋 走得比较稳健 还有一种白棋可以走在这 对不对 走在这 走在这仍然不利索 矿 长 沾 还可以冲内 还是不利索 这白棋这个时候 没有选择这种 所谓像效率高的这种补锡方式 而是最为扎实的步伐 把它完整 连络成完整 万人不出棋 我就是让你里面后手活 这是 一个寂静方式 接下来黑棋这个 要么顶这个 是不是 要么退这个 这是一个必然 但是呢 黑棋还是保留着 保留着 到底是退还是点 看你后边的硬法 所以说黑棋在这个 这个 里面捕活之前 在外边呢 频频的去 施应手 包括先手把这个接回来 下一步是体现的 这个李世识 风格的棋 李世识风格的棋 就是说这个 你说这个棋吧 困兽游斗也好 还是说这个李世识 非常执着也好 你这是这种 不服输的精神 也好 这部棋 直接点在你的腰眼上 考验你一下 看看你怎么用 这部棋在 问你一件什么事情呢 下一步他就要挖你 对不对 挖你 然后在那卡断你 然后冲这个 就是说 简单地看一下 这个棋 如果你这是不理的话 这里边呢恐怕就要有一些内容了 我挖你 你打吃 我冲刺你 你优势吗 你所谓优势 你肯定是要求稳的 对不对 打字我冲刺你 你在那 我再冲你这个 这个时候就有问题 出问题 你再打 这里边就出结了 出结了 那显然是不行的 那么实战当中呢 有几种补法 有几种补法 一种是 我直接沾牢 这是最结实的一种补法 那么这样的感觉呢 是被白黑漆便宜了 那肯定是被黑漆便宜了 你得走在外边 你走在底边了 那么还有一种补法 针对刚才这个黑漆的旺 就是 把这个插出来 把这个插出来 实际上什么都不走 行不行呢 其实什么都不走 可能也行 但是 这个棋啊 就是说 在这种形式 比较有利的情况下 用不着搞出那些变数出来 不必要去搞一些变数出来 对不对 他本身就是把这个局面 想一向复杂 打接爱意的机会 也用不着给你 我就是老老实实地 把这些东西 给你实战住 但是陈阳越在实战当中 就是说 职业起手就是这样 他走完之后 他不愿意让你便宜 他一定呢 要给你搞出心的头绪出来 实际是贴在这里 实际是贴在这里 但贴在这里 是不是就都干净了呢 其实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贴在这里 黑棋 其实可以选择这样 变小了 我推这个包 我还可以放上这个器权 好 断电 我还是可以这样 一端 没端 还是不利索 是不是不利索 不利索 你将来呢 还是带 这个地方还是有隐坏 对我这种定型之后 还是有隐坏 我脖子碰 你这个地方还要隐坏 所以说这个器呢 就让我们感觉到 总是 总是有点变扭 多的少少有点变扭 这个变速 在这里 我可以 好 正常中 做的这个 这种理事实开始补齐了 理事实选择单退 照理来说单退嘛 白棋可以完全这样退回来 对不对 完全退回来 但是这里边 白棋非常强调的一个一点是什么 这个地方里边 一定要让黑棋 去后手活去 一定要让它后手活 这个非常关键 所以说它顶在这里 就是说消除你这一半 做一个后手眼里这种可能 顶在这里 你只能是后手活 这里边多了一部器 刚才摆的时候 这里边多了一部 正常应该退回来 对不对 正常退回来 但是呢 为了防止你先手活 就顶在这里 一定要让你后手活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实战当中 你就是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四万里应手 这个时候呢 这个陈耀岳的这个地方 就抠得非常细 抠得非常细 他一定要把这个棋 还要立在这儿 其实这个棋 也遭到了很多疑问 我个人也感觉 这个棋是比较过分一些 首先 这个棋留给了黑区 这个先手挡 这个里边呢 实际上是截活了已经 当然了 这么大的棋 黑区还是需要后手补 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更为大的影响 我认为是对以后 以后这一代的变化 黑区有种种的利用 甚至这梁子 有被割下的这种 次序变化有种可能 这个人也很坏 我想白区就闹着四肢 就摘上了 你试用手就摘上了 你现在这个黑区 白区在这种大事当中 应该说是取得了 取得了一个很大的主导权 应该说优势很大 黑区在里边这个后手 我被白区这么给封在里面 后手活的话 我认为这个损失 黑区至少在十目区以上 黑区损失 至少在十目区以上 应该说现在的局面 应该是白区大流 已经是大差了 应该是 从专业洗手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大差了 你这个黑区 什么年约的它 才有可能走到这儿去 对不对 你现在如果能够平稳地运转 后面的区 实际黑区 估计这盘区 永远也没有机会去走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机会走吗 还未可知 如果你这样的话 这个它想都不用想 必须马上补活了 但实在是在这儿可以延 那你白区在后面 可以随便选择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有些影响 十大之间 特别是在后面的变化 其实影响还是比较深远 那我走到这儿了 黑区没什么说 然后是火 那么现在 白区就面临的 几种选择了 眼见的 那大肠 这不挺好吗 得得很好 眼见的大肠 手一个非常大 但是刚才说的 白区这个地方啊 总觉得这个地方 有点不利索的因素 它担心什么呢 担心这种东西是先手 实际上就现在 就是这个黑区 现在这个洞出 已经不是很可怕了 我就团嘛 有了这部棋的话 我就可以这么团 就无所谓了 但是呢 有了这部棋之后 是稍微讨厌一点 就是 稍微讨厌一点 你断的话 恐怕它不行 我将会被利用 所以说白区这个地方 就是想 如果说白区这个地方 再补一手棋的话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无论如何 这个效率就偏低了 或者这个棋就有点走火了 不管在哪个位置上 实在当中白区不在这里 是不是 看似对底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棋究竟能获得来多少 就效了 现在很难拿量化的指标 去衡量去 这个很难 很难判断 这个的价值大 还是手脚的价值大呢 从木头上来说 很显然一件 手脚的价值大 这个地方里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价值 相当巨大 25分以上 这一部棋 这个看不到木头到 比较中斧这个棋 究竟能获得多少木数 这个现在 不好讲 那我看看 导致白棋这么补一手 这音速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如果这手不贴在这里 你现在白棋还能去补吗 你能去补吗 你怕他断这个 你怕他断这个 他什么时候有工夫 去断你那个去 他再加一刀 说实在的 我都不怕你去 现在断我这个去 我都不惧怕 何况你现在这种棋 你又去断我去吗 不可能 所以在这种棋下 白棋你说 现在他能够去走这个棋去吗 该断你这个棋去吗 不像是直接棋手的棋 是不是 这种局面下 在这种局面下 在这种这么空密的情况下 把你走这个去 不太像 这都不太像 是不是 他狠 你这两个 我不动你 你自己表态 你不过自己跳跳舞在里边 你自己跳跳舞吧 我再让你跳一步 你可能都 可能都不活 你跳 你有心情跳这种吗 你有心情吗 我在外边走一走 底下走一走 你这有梦吗 所以说 我觉得这种棋 你让他去表态去 你让他走 他反而不好走 你去加一刀 效率就变低了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他一手棋 换你这两手棋 不便宜 不便宜 实战当中呢 这个这个白棋 没有机会守住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是大 还是大 当然了 现在白棋 应该是说 断然优势的 这个棋 明显断然优势的 这个棋 无论如何 也是优势 即便下面有损失 也是优势 因为这个棋 被封在里边的话 不管怎么讲 实际上这个 这个 已经有点看不下去了 这个这个黑棋 损失实在是 太残重了 所以说当初这个黑棋 再怎么忍耐 我想 再怎么样 也要出头 也要出头 出头才能够保留住希望 不出头的话 这个棋 白棋 是太好像了 应该是 黑棋挂手 那么白棋 对白棋来说 当然的 你这边形式这么厚 是肯定在这边逼住 没什么说的 黑棋去点赛赛 把时空抄到 白棋里能选择 一个是 这边 一个挡在这边 如果是挡在这边的话 你看啊 挡在这边 爬了 搬沾 然后一路压过来 压一压长 白棋应该是一个后手 把这个封掉 因为这个 球脸落 后手 那么 这个里边 白棋 究竟能不能 全都围住 白棋可能 自己 这个 心里啊 没有绝对的把握 我们来看看 好 这你还得压呀 一路压过来呀 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 这里边究竟会搞出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个 可能在优势的情况下 白棋不愿意这样去一赌输赢 其实你要说黑棋要在这里上活也是非常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打入到什么程度 轻销到什么程度 也很难选择 但是白棋不愿意这样去一赌输赢 所以说白棋它没有选择从这边挡 我们也可以理解那种心情 如果它形式非常不好的话 它有可能就 直接就挡在这边了 就把这个称大 实在呢 挡在这边 白棋是希望 那你走到这样是最好的了 按照我们基本丁式来做 走到这样最好 是不是 封在里边了 这边的潜力还存在 这边我也接着基本上拿着 对不对 那多好啊 这是白棋的组计算盘 但是黑棋在这个地方走的呢 也是最强一种变化了 那个贴上来 贴上来 那么呢 白棋 就要断吃一边 断哪边打哪边 这是肯定的了 那么白棋这个地方毫无疑问 外边呢不用大 你又是断在里边了 好 对白棋来说 其实他非常非常想做的就是 所以把树给你封 封进去 封进去 你封这个黑棋 你封在里边 你封在里边去 封在里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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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外边你很难把它一手棋都能封住 这样的话实地可能损失的比较厉害 所以说呢 库外实地的这个封销液也没有选择这么走 还是把这个退回来了 这个黑棋的封头比较舒畅 白棋先手翻一个 去收住下面 把这一袋 现在这个提示对黑棋来说 认为是非常不利 虽然把这个脚掏掉了 在这里的棋很孤单 那么白棋这一袋的潜力 黑棋如何去做文章呢 把这一袋的潜力消化掉 从这几个固执怎么处理 这一袋的工房将成为下一步的焦点 但是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走到这 走到这的感觉 感觉这个棋是应该比刚才 这个黑棋刚刚后手做活之后 有很大 对黑棋来说 有很大的缓和 或者是这个局面又增加了很大的变数 变数 就不像刚才觉得 这个形式 这个顺风顺水 完全大优 这个总感觉到有一些隐隐的 不得劲的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毕竟是比较薄 比较薄 位置因素太多 虽然说 这个总体来说 白棋应该说再去主动 但是 具体怎么运作呢 黑棋具体如何下手 掏掉白棋 这个位置因素特别大 总感觉现在这个棋是 不如刚才 那么理想的 我想那个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这个白棋 没有在这个地方前面 抢前手术的脚 如果是抢前手术的脚的话 我认为后面的这个局势将更容易把控一些 你让你这两个子动 我看你怎么动 你顶那天你是个后手端 你顶那天 顶那天是个后手端 我怕你什么 就是 你就是后手端了 我这边出头 你后手端 断在里边一块小呼气 我还供你 所以说 从气声来说应该 继续这么说 这是后话的 那么看黑棋后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好的手段 继续把这个局面搞得再复杂一些 我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回来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 刚才白棋最后一手 纠正一下 是围在这里 刚才改错了 那么黑棋面临的 如何清晓白棋这一块的阵势 以及如何处理 这几个固子 实战当中 黑棋碰在这里 黑棋碰在这里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一块 白棋有不干净的地方 这是那个白棋 黑棋能够借用的地方 坦白棋粘在这里 那么黑棋碰在这里的威力 就大大的减弱了 那么此时白棋对稳健的硬法 不给黑棋任何借用的硬法 应该二种立起来 那么实战当中 陈瑶瑶在这里选择了 尽管这个地方有被利用的 这种因素 在实战当中 仍然选择了最强烈的硬法 这是上板 板住 最紧减的 最紧凑的 黑棋连板 没有继续走 那么保留什么味道呢 就这一袋白棋有不干净的地方 第一次黑棋可以选择方向里爬 请求这一袋借用 二十 黑棋可以点在这里 这一袋的味道比较坏 实际上呢 黑棋跳过来之后 也是瞄着这一袋的 白棋的一个比较坏的味道 用白旗,适时地把这个地方補起来,消除这一类不确定的棉树。 那么眼见的黑旗头在这里,很显然下一步调搭下来。 把这两个旗隔开,搭断在外边。 这是既定的方针。 看看具体的手段,扭断,这是必然。 对白旗来说没有更多的选择,必须这样打掉。 确保这几个字,不受伤。 这个字必然持续。 打的时候黑旗不能再长了,如果再长的话,白旗从上面搬打下来了,这样的话黑旗不行。 黑旗的预想也成功。 这还是比较大的,这两个字现在显得很薄。 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说这个,这一带啊,白旗虽然说挡三三从这边挡下来。 它这地方呢都在高位,实际上你围空来说底下, 尽管围了一手,但底下还是欠着旗的。 还是欠着旗的,还是比较薄。 还是比较薄。 应该来说呢,自从点三三之后呢,这个黑旗呢还是有所收获的,有所收获的。 脚拿到了,黑旗的外边呢,也出了头,然后把黑旗割了下来。 这个地方呢,留下来一点,一点点头绪。 所以说呀,我就越来越感觉不到,当初中府这个,如果是首一步讲的话,这盘旗我怕呢就更加的稳妥的多。 当然了,现在呢也是,这个白旗还是牢牢地掌握着这个主动权。 毕竟呢,黑旗走得很撑,也相对来说呢,比较勉强一些。 那么白旗,这一搭,这几颗子呢就下来了。 这也是很大的。 黑旗现在面临着两种选择。 把这个客人之后,黑旗很想把这个,这两只给吃进来。 这也是相当大的。 这底级当然了,或者像露了风。 外面究竟能吃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未可知。 但是白旗这个头也非常大的,这一带就全程空了。 所以说,黑旗这个挺这个,由于这个形式所迫,黑旗挺这个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眼见,白旗就会把这个跳出来,这也是很舒服的。 跳出来之后,还供着你的几个旗。 你这几个旗,现在也需要联络。 如果你靠的话,我就借劲靠出来。 所以黑旗,现在呢,这几个旗和白旗的几个旗,现在就是拍了一种对共。 黑旗阵头。 这个时候,白旗走了一步。 这个实际非常好的一部旗,把这个材,既牢牢地,把自己不坚持了, 彻底吃得干净了,没有什么余味了。 然后,很显然,就是瞄着你这块的冲断。 你现在黑旗很尴尬呀,这当然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现在不断,那我呢,就继续整我的行。 调整我的步伐。 你想吃我,这个很困难,是不是? 蚂蚁很广阔,你自身还很薄。 因为现在黑旗形势不利,它必须要找出头绪来。 如果是说你很紧臭的,顶着霜。 我这个顶,正好顶着你的脖子就出,你必须要退。 那我就搬住你。 这个黑旗还是吃不休,还是吃不休。 这块旗很厉害。 这个冲断非常非常大的,毫无疑问。 所以现在呢,黑旗呢,在找头绪,调整步伐。 调整步伐。 这个纸呢,实际上来说呀,是为这个纸创造活力。 想把这个纸拉出来,再做这个准备。 实际上现在白旗也可以冲断。 白旗现在冲断这个问题。 现在你眼见的黑旗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手段, 因为你的太薄了,你想把这个白旗整体, 整体端进去,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企业实际上来说, 我现在就很干净了,现在就可以的模仿。 在白旗这个时候,走一个非常好的一步旗。 一丝两两的旗。 这个纸我不放弃,牢牢把中虎走后,带着木走。 而且,攻守兼备。 你现在你都没有工夫去装,或者是。 我现在一下子,我直接给你搭住。 直接搬你一个路。 不是,你的连回来无所谓,我的整个都是顺畅的原路。 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部洗。 这部洗手了,非常的严,非常好。 黑旗继续找头绪,搭一个。 不过这都是,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用处。 黑旗也没有选择这个,打这个也是很痛的。 把木树撑住。 底下呢,这个黑旗还抱着梦想呢。 把这个底下破碟空了,所以不能让你打开来啊。 白旗,这个洗手,说得非常愉快的一冲。 不能让你封里边呢。 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冲刺回来。 非常舒服,非常舒服。 值得很大。 也就是说这个, 当时黑旗割掉白旗的这几个纸。 反背白旗又吃了回来。 非常舒服。 碎空碎水。 这是全力的,把它沾入。 倒了一点。 回家,沿路。 其实进行到现在, 应该来说, 这个白旗呢, 是非常顺利的处理。 底下整个, 都拿来了,成空了。 这块吃住了。 这三个吃住了, 没有什么不安定的因素了。 这块还吃住了几不清。 这块呢, 稍稍有一点味道。 尤其黑旗这个地方呢, 能有所拥有一点的利用。 其实关系不大。 现在最大的地方, 应该是在这一带的定型。 关制。 比如说, 这一带可以往里端一端。 就是还没定型的因素。 这个键率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沉昌夜走了一步棋, 可能呢, 引起大家一些疑问。 就它把这个地方给补干净了。 这个键你说大不大呢, 倒是也挺大。 味道呢, 彻底补干净。 这里边呢, 应该来说呢, 就什么都没有它。 而且呢, 这阿布里维也挺大的。 但是似乎来说, 这一带恐怕应该来说更紧迫一些。 因为, 这个地方这个黑旗, 它仍然呢有, 稍稍开始留这么一点的活力。 充党充, 你是挡不住的。 你必须要退退退。 所以说, 这个地方还稍显得薄。 也就是说, 黑旗的这一带, 不论如何都是有先手的。 那会大幅度压缩你, 会把黑旗这一带给围起来。 所以说, 这个地方是双方势力消长的一个, 是处于一个要点之处。 这一带的定型, 不认为黑旗, 白旗应该是先定型的。 而且, 这个地方也不会落出后手来。 这一带, 这一带都可以。 我白旗继续往里钻的, 这是很大的。 你黑旗的基本空所在啊, 你黑旗必须在这个地方, 有态度的, 或者把它给封住啊。 这样的话呢, 就扎实的多。 然后再把这个罐子收掉。 所以说, 实战当中, 白旗选择了这个, 稍稍有脱离主弹条之前。 如果这, 走在这里的话, 这盘旗继续的位置, 没有什么任何, 到现在为止, 应该说没有什么任何悬念的。 即使那个地方, 黑旗有那么一点, 一点借用的话。 啊, 就, 就算是能把这两个字给割下来的话。 啊, 但你这地方放得不晚了, 这些白旗接下来的时候, 会远远大于那些地方的损失。 啊, 所以说, 恐怕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不存在什么死活问题啊。 吃的都非常厚实, 不存在死活问题。 顶多就是, 这块有一点借用而已嘛。 这是顶多了。 这个字, 现在, 来说, 也, 也看不出怎么样了。 对不对? 还要想有所作为, 必须得藏出来才行。 这有什么呢? 啊, 什么呢哟? 这个字就跳在这了。 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的。 啊, 这几个字是跑不了的。 嗯, 可以带。 可以带。 实战当中, 马上被黑旗点在这里。 这黑旗刚才说的, 黑旗的这一代, 应该来说都是先手, 所以白旗还必须要, 然后, 搭住这个。 搭住这个, 黑旗把这个搭住。 这样的话, 就把这边的口袋扎进来, 是弄进来了。 然后, 黑旗把这个收掉。 收掉。 当然了, 这个非常之大, 黑旗是没有, 没有, 没有时间走。 那么, 我们反推一下, 黑旗有没有先手这个的可能性呢? 这个时候呢? 非常非常之大。 对不对? 这都是决心哪。 多大呀? 那以后来的出入, 无法想象了。 黑旗走在这, 我真不知道, 这个旗盖怎么办。 我真不知道, 我真怎么办。 你挡住吗? 你还有, 还有机会走这种东西吗? 这种不得了吧? 这马上就逆短了。 这马上就逆短了。 不行。 实在呢, 黑旗是走在这。 这样拼一把呢。 对应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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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胜负草所所在的。 让人后怕的是, 黑旗要正要走在这。 这把这个。 白旗如何定型呢? 好。 实在当中的黑旗, 先把这个换好。 也许呀, 但是黑旗在这儿, 恐怕不是先手。 当然, 这边还是跑不了。 但是, 非常之大。 是不是白旗, 有可能就大踏步地往里钻呢? 黑旗不好封啊。 会不会是这样? 那如果要是这样呢? 这么讲的话, 那就更不应该走在这儿了。 那就更应该大踏步地往里钻到, 或者走在这儿了。 对不对? 即便是黑旗在这儿先走了, 一步黑旗都没走这个, 要封住这个, 就说明这一带是相当相当大的。 至少来说, 这不是决先的。 好, 那么, 如果还像这样的手度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把这先手走掉, 决先走掉之后, 我再收, 我再收, 我再收完这个, 我再收这个也不迟了, 也非常大呀。 黑旗按理来说, 这个地方是没有时间走, 走不到的, 走不到的, 他没有机会走的, 按这种情细节情。 虽然说, 可能跟政府无关, 但是这样的话更有把握, 从后面反对回来看。 实在藏着这个, 黑旗收了这个, 底下, 搭了一个, 黑旗按理。 这个等于, 黑旗在这个地方面对它两手啊, 也是, 还是比较痛的地方。 还是打, 白旗打住。 最后把这个打掉。 打掉, 打掉这个的时候, 白旗就把这个吃掉了。 还是非常大, 非常厚实。 这个时候, 黑旗, 差点没办。 但是, 我们看到, 下一步旗, 白旗下出了一个飞刀, 也就是跟那个关子, 像关联的一步旗, 点到了黑旗的脖落的地方, 弱点。 这一步下出来了, 应该来说, 是给黑旗一个沉重的一旗, 或者是致命的一旗, 黑旗, 黑旗面的木树呢, 基本上要不够了。 我们看, 黑旗能不能阻住。 马上要活旗, 对不对? 要想杀白旗, 白旗是肯定不经接劲的, 必须要点在这儿。 如果你点在这里头, 这里面有这个挤, 这个挤很厉害。 这个挤很厉害。 这一挤之后, 由于这个黑旗有这个弱点, 这块黑旗, 是不行的, 作战不行, 就崩溃掉了, 明显不行。 所以说, 这一步点, 没办法, 黑旗只能忍。 那么早知道这样的话, 还不如可以逆手的。 这不是逆手的问题, 这是一个线手。 当然了, 白旗红的这个地方拖线, 这个地方要湿透。 这就是相当大的。 这也是线手。 也很大。 也就是说, 白旗长在这儿的时候, 这个黑旗, 围不出想象力很大。 要么你下边, 有一个问题, 要么你上边, 还漏着封。 你现在选择封上边的篱笆, 下面的出了问题。 在这儿。 黑旗走在这儿了。 那白旗, 这个时候, 相当于是应手成功了。 这个决线走到。 要冲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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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这个, 我把黑旗, 把这鲜手走到。 然后, 试试一下硬手。 把这个打住。 仍然是瞄着你有冲断。 仍然是瞄着有冲断。 那么这个棋, 实际上来说。 又飞了一个。 飞了一个, 这个时候白旗, 硬了, 这个接过来。 在那儿。 罐子相当大的。 继续。 他去这里打花猜算。 对, 现在是有冲断。 好。 这个事情, 是好的。 好。 我讨 tem了。 很多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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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就是白棋在这个地方 就最后定型来了 吃 你试一下硬着 白棋最后把这个部分 把黑鞋的目的也达到了 把这点小碗给你掏掉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前面把那个袜一下 起面很快实际上也就快结束了 停掉 先勾大一下 把这个粘住 停掉 先粘一下 哎呀,好像还是要不这个 这始终有这个端 不在白棋,不大分子 散开 我手一下 再手一下 绘住 我这 尝拝 最后一大关子 把这个一切 剩下小棺子我们就不摆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棋实际上白棋旁边都已经不差 后面的小棺子呢 已经无关胜负了 这个棋啊 白棋点到这儿之后 能够点到这儿之后 这个黑棋无数已经不行了 已经肯定是输了 这个地方的棺子呢 如愿收到 那我们看看后面的这个进程 就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波澜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白棋长之后 白棋局部那个局部里脱线 没有走到这儿 白棋没有走到这里了 多多少少有一点紧张 因为这个棺子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是正常收在这里的话 可能那个 领域的木树还要再多一些 因为毕竟后来你看 即便是这样 由于白棋当然了 后面没有走出 没有走最强的手段 因为已经领定了 这块的木树也没有成了 白棋 白棋也没成了 当然拖了一部线 这个地方如愿拿到了 这个地方是建核的 要不然这个地方要成 要不然这个地方都拿到 这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是这一边大 这一边的定型大 消除不确定因素 虽然说后来的棺子 很如愿强了 但是如果是能先收到的话 是更稳妥一些 这个地方稍微感觉 有一点虚定一场的味道 那么整个呢 咱们说后边这 后半板这边棋 白棋总体来说 运转还是相当的稳健 很漂亮 特别是 在这一带的处理上 就是说黑棋打穿之后 打穿之后 白棋靠出来 这是比较精彩的 靠出来 靠出来 黑棋 由于把局面撑入必须的长头 长头之后 白棋这个跳 后半竟然算是非常精彩 真确定这段棋 最后盛世的一个 关键几步 黑棋跳 白棋必须要正头 必须正头 跳完正头 然后白棋把这个接上 让黑棋非常难受 让黑棋也没有办法 如果说走得紧凑呢 如果说走得紧凑 就凑着白棋掉了 如果说是走得松缓呢 正好这个接上 你黑棋怎么走都难受 然后白棋这个飞 一次两秒非常漂亮 最后呢 这个指被牢牢吃进了 带着木树非常厚 的情况下 还把这个给收回来了 但是非常 这个时宜非常适合 逼着黑棋后头 要往家跳一个 如果说这个时候 白棋继续 跳一个整形 或者飞一个整形 这个棋 更加这种局面 不可动摇 可能这个棋 更早会演绎结束 自然当中呢 平常也是秋 太多吉了 尤其它棺子看清了 它这个棺子还是很紧张 那么黑棋 能不能先见到呢 这个给我们留下的一个 一个疑问 当然呢 整个这个黑棋的调子 都显得很不自然 很不自然 它关键还是受前边说累 前边欠价 有些欠得太多 虽然后边拼的 也还是很厉害 走得很轰 但是前边欠的 那我们回顾这盘棋 最早还是由于这个半 可能是有些问题 这个白棋 既有了一点根据 又出了头 所以说黑棋很难受 这里边是个结果 黑棋连走三手 吃掉这个 放弃了中腹的主导拳 然后又非常直溜地 把这个挡住 这样彻底被碰在里面 这是这个 黑棋非常痛苦的地方 就是这个 吃了这个要点 这个飞到要点之后 黑棋还是应该出头 还是应该出头 飞到这个 如果被整个 在封在里面之后 连你这个飞都几乎飞不到 被打住 这飞头非常痛苦 里面后手不 这个白棋 硬得很撑 如果是硬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后边这个弦 整个的味道都没有 就是你后边这几步 还是补齐了吗 你补齐不也是 想去损失目数吗 你就为了抠了几目齐 所以说 还是 你这黑棋 根本没有机会 守着这个小关 应该来说 注重一下后边的 这一个棋 应该是 考虑更多的音速所在 这也是产生了 这个黑棋的碰 和后边这些手段 一个不稳定的音速 单准的音速所在 那么这个地方 来说呢 就是说 虽然说打在这边了 是 如意算法 但是这个棋 黑棋藏开之后 我们看中 因为都在高位 仍然是有婆主的地方 这也就是 围棋的玄妙之处 究竟是 党在哪边好呢 这个实际上 还真是 无几般起来看 也 现在 也很难下定论 也许 党在这边更简明 党在这边 党在这边 弃着一堵墙之后 你真的能够练出来吗 对不对 也许更简明 实在呢 后边呢 当然了 赢棋了 我们整个说都行 从实际进程来看 还是多多少少 有一些不稳定的音速 比如说 黑棋就是说 如果说这盘棋 如果说黑棋 要说有没有机会的话 如果说 有一点机会的话 可能还是要搬这个 不停这个 让白棋 搬这样的话 搬了之后 我在这边 大尾 一堵这块 对不对 你敢不敢真正打入啊 打入到什么样的深度啊 这个一堵输入 要这样把局面 如果打散了的话 你往里进 我跳起来 对不对 谁虽然说 谁也吃不了谁 但是这个死控 可能你赶得上 可能赶得上 这是不是一种机会呢 我们看到 从盘棋 应该说 这个 每次实际状态 还是一般 还是一般化 一般化 这个地方呢 当然来说 不能体现状态的问题 这可能是 他的一个执着的问题 但是后棋 这个棋 没有创造出 一个明显的机会来 在该拼胜户手的地方呢 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 真正拼出 胜户手出来 往往呢 这个有一些 看上去像 胜户手的棋 中途半端了 到一半 就停止了 后边这个棺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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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有 胜户手的 嫌疑啊 没有走出来啊 就是不得而知 就是白棋 送给你这个机会 走得比较缓 那时候 你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感觉 黑棋没有真正的 有效抓住 没有真正的抓到棋寸上 走了一步这个 然后白棋 靠 还是先一手 然后关子 造车不误 造车不误 这个地方是影响了点的 造车不误 因为毕竟这个 多有一手棋了 然后这里是实际的状态 这个地方 就是没看到啊 然后看到 就发出线 一收一下 会怎么样呢 所以说 我还是认为 它的状态 有一定的问题 不太行 有一定的问题 当然了 陈销业整体的运转 还是非常漂亮 还是非常出色 尤其在这一代 这一代的定型 是很可圈可点的地方 后面的关子 实际上也很精细化 应该 然后这一代 这一代的处理 应该就非常 非常像机器一样 非常精确 精确 无稳 包括整个这一代的处理 小的地方呢 略有探讨 的余地 整体上来说 就非常非常好处 整体非常稳健 包括这个爬 包括从这边挡 实际上也是秋纹 当时我们说 如果是从这边挡 的话 一堵这个 这个确实有一定的风险 这边被掏的很厉害 如果这个出现问题的话 没有全部吃进的话 这个就有被翻盘递转 的可能性 把局面打碎打散 是不容易翻盘的 不容易翻盘 你得一点 我得一点 总体来说 还会保持这个 这个定限 那么好呢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介绍这儿了 第一局 陈耀彦呢 棋开得胜 先拔头筹 那么呢 后天 他们将进行 出场的决赛 第二局的对决 我们的期待 他们双方呢 有更精彩的发挥 那么今天的期间 就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 再见